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此前坚持清零 招致了党内外的巨大不满 习近平不得不低调一点 自由亚洲报道 在中南海银台这个大厅 习近平都是习惯坐在轮椅上 但这次接见李家超一改惯例 习近平没有在座上被人俗称的轮椅 台面上还是依旧用鲜黄色的茶杯 但这次习近平面前只放了一个茶杯 而不是前几次的两个 在服装方面 在场所有出席人员 除了李家超之外 所有男士 包括习近平都是打上深橙色的领带 只有李家超打上了鲜红色领带 显得格外突出 对此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解读 从习近平当政以来的作风观察 他非常喜欢权威的排场 把自己打造成超级帝国的派头 皇家的派头 世界级领导人的派头 喜欢坐在轮椅上 端着帝王用的龙碑指点江山 他对中国的帝王文化有刻骨铭心的喜爱 但现在习近平把龙碑去掉 显示他正面对着巨大的压力 夏明认为 尤其是中国现在面对的各种危机的交织 跟大国的冲突 尤其跟西方国家的对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党内爆发各种矛盾冲突 有各种批评的声音给他施加压力 包括把他这些做派的东西也拎出来进行批评 出现上述一幕恐怕也是习近平面对压力的一种退让 而一种故意低调的结果 海外民运领袖卫京商也指出 龙碑龙已是中国传统文化 早已深知国人意识 习近平突然把龙椅拿掉 说明面对党内批评 习近平坐贼心虚 为了减少批评 可能采取的不只是这一个措施 把这个龙椅撤掉 然后还采取了一些措施 包括承认要搞经济 过去习近平特别嚣张的气氛下 一些说法现在一步步往后退 这些说明党内斗争也是非常激烈 大家对他的指责非常严重 他也开始有点害怕了 坐贼心虚 连那个椅子都撤掉了 实际上那个椅子有什么重要的 但这种表现就是他心虚的表现 南华早报23日引述中共驻欧洲联盟新任大使傅聪的访谈报道 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让北京与欧盟间的关系陷入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 报道援引傅聪的话 说他的新角色首要任务之一 就是让北京与欧盟关系去掉政治色彩 根据报道 傅聪表示 中共没有从俄乌冲突当中获益 对冲突的延长也不感兴趣 傅聪还表示 中共的立场相当平衡 而且已经准备好参与推动和平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什尔本月稍早访问北京时 敦促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就俄乌冲突 发挥中国对俄罗斯的影响力 几天前 德国总统施泰因·麦尔也对习近平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清乌战争后 欧洲人变得更加团结 在这个问题上 普京显然打错了算盘 他呼吁习近平能够奉劝普京尽快结束战争 英国《金融时报》12月23日 证实了此前网传中共内部会议的真实性 中共当局估计在过去20天内 有2.5亿人感染新冠病毒 这些感染数字与官方通报的低病例数 形成了鲜明对比 专家表示 中国疫情的传播规模和速度前所未有 《金融时报》的报道 引述两位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的消息说 中共极力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孙杨 在周三21日的卫生简报中 透露了上述估计数字 已接近20日一天就有3700万人感染 占中国总人口的2.6% 并估计北京和四川有一万以上的人口已经被感染 这些数字和此前社交媒体上流传的 中共对建委内部会议纪要的内容相吻合 由于北京缺乏对这次疫情的公开信息 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公开呼吁 北京在病例数 疾病严重程度 入院人数和其他 已被其他国家广泛提供的健康统计数据方面 更加透明 报道还援引一名参加会议的人士透露 在当天的会议上 国家卫健委主任马娇伟 要求医院调派人满为患的急诊室 将病人转移到住院部 还敦促中心和大型医院接收更多的重症患者 并承诺监管机构不会因为死亡率上升 而追究医院的责任 马小伟强调 死亡病例在所难免 他的发言也引起了外界对北京 如何计算疾病死亡人数准确性的进一步怀疑 红博社说 根据中共政府最高卫生机构的这一估计 中国可能正在遭遇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疫情 这一感染率将使2022年1月创下约400万的 单日记录相形建筑 目前很多国家外国专家都在密切关注中国国内的疫情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 黄延中针对中国的最新疫情发推文说 病毒的传播规模和速度前所未有 他补充说 目前看来这波病毒潮貌似还没有出现大规模恐慌 前美国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局长 斯科特·科特利布医生发推文说 所有迹象表明中国的实际情况比中共的官方报告要糟糕得多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及外科医生马蒂·马卡里发推文说 他刚跟中国的医生谈过 他们现在正在经历着一场不受控制的流行病 使他们的医院不堪重负 导致死亡人数居高不下 一个更加令人担忧的问题是 由于人口稠密和病例数量庞大 可能会出现新的变种 美国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最新预计2023年将发生全球经济衰退 情况相当于2008至2009年度发生的全球经济大萧条 据报道 马斯克22日在推特空间讨论时表示 美国在过去13年一直保持经济的上涨 这已经是超长的表现 明年美国将不那么幸运 他认为美国经济在2023年一定发生大萧条 而且情况严峻 马斯克说 在我的认识中明年经济危机将跟2009年那次差不多 我不知道会不会更差或者稍微好一点 但我认为在我看来是可比的 马斯克表示 他认为美联储在过去的一年中 用旧学院的方式理解美国的经济数据 并用旧学院的方式解决经济问题 注定了美国经济会火辣着陆 及经济衰退会硬生生降临 从今年3月起 为遏制美国创40年历史记录的高通货膨胀 美联储不断提升基准利率 导致利率的增幅创下15年来最高值 用马斯克的话说 美联储把利息提到如此之高 真的让我震惊 经济发展就像是汽车在行进 汽车走在悬崖公路上 美联储却只依靠后视镜驾驶 事实上 他们不是看现在的后视镜 看的是三个月前的后视镜图像 这不是马斯克第一次公开表达 对美联储不断加息 带来负面影响的担忧 实际上不少经济学家也提出同样的观点 默克投资的投资组合经理尼克瑞斯曾表示 他认为美联储的不断升息 已经导致不可避免的经济衰退 不过在经济衰退结束前 金融市场就会反弹 红博社最近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大约70%的美国民众认为 2023年一定会发生经济危机 相比10月时的民调 当时有60%的人持此观点 日本内阁23日批准了金额创新记录的 下一财政年度初步预算 预算总金额高达8,630亿美元 其中占比最高的则是军事和福利开支 前者是为了应对一个越来越强势的中共 以及一个难以预测的朝鲜所构成的 越来越严重的地区安全挑战 而后舍则是为了满足一个迅速老年化社会的需求 据报道 日本2023财政年度的军事预算增加到创纪录的550亿美元 此外为了筹款建设军事设施或建造军用船舰 日本政府决定在2023财年 发行超过4,340亿日元的建设债券 同时日本计划耗资16亿美元向美国采购 根据最新国防安全战略 可以袭击敌方导弹基地的战斧导弹 东京还将耗资8.3亿美元向美国采购 用于发射战斧导弹所需的电脑软件 人员训练和技术转移 根据日本防卫省官员的估计 战斧导弹将在2026年和2027年间 部署在日本宙斯盾驱逐舰上 日本同时还将向挪威国防公司 以及美国的洛克马丁公司采购装备 在战机上的空对地导弹 除了对外采购武器外 日本还将自行研发高超音速武器和多用途无人机 日本也将与英国和意大利合作联合研发下一代 计划于2023年之前部署的战机 不过持续进行的乌克兰战争 一再飙升的通货膨胀 以及全球越来越高的利率 也让日本在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之际 经济正遭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卫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